? 哥 哥 怎麼睡這兒啊不怕著涼啊 來了 那我買了早餐 那吃完再睡吧 我喜欢你 嗯 你这一大早过来 冯定那边怎么办呀 他自己能下楼吃 思琪 这个不行啊 夫妻两个人过日子 能不能这样啊 有一单没单的 你这样做不对啊 你能不能别管啊 你管管你自己行不行 我怎么了 这么多年 你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你什么时候操心过你自己啊 瞅瞅 怎么了这是 你别操那么多心了 吃早饭 大哥 你要对林佳没有感情的话 你怎么会这样呢 咱们公司这么多年 发生过这么多事情 你什么时候成这样过 你 不是说找媒体欢迎帮忙吗 怎么样啊 我昨晚去找过他们了 说是问题不大 他们呢 会以新闻调查的形式介入 今明两天就会有一波文章出来 去澄清这个地方 不是像小包说的那样是大雄之地 但是我们也分析了 作用不会太大的 因为公众啊 本来就对这种神啊 怪啊 特别感兴趣 他们宁可相信这个事情 是真的发生过命啊 他们也不相信事实的本身 我觉得这个事情一旦发酵起来 一发不可收拾 就很有可能最后就认为 我们是在辩解 更何况 原来这个工地 真的发生过命啊 人家这招啊 真是够狠的 那现在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呀 怎么办 等着所有的人 把在那块地上 曾经发生的事情都忘了 但是银行不等人啊 这二哥说了 这新闻你这么一闹 这所有投资的人 全都把自撤了 我觉得这事 还是怪我 最对不起的就是老二 他提醒过我 可我确 你别这么说 大哥 我相信 二哥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我也不会束手就擒的 我怎么觉得这江河集团 早晚会葬葬在我的手里 陆总 很遗憾 一眼下的形势看 你们的那笔款子到期了 我都不敢保证能否严谎还款日期 不是 陈总 你看你这样行不行啊 我把我那块地压 地压给你们 你能不能先放点带出来 我 我等着用钱 这恐怕不行 除非 除非什么 您说 你们那笔款子 当时是林霞从中 帮你们卧选出城的 除非他给你们做担保 陈总长 你看 是我曹操曹操到 陈总长 陈总也在啊 这么巧 我们真是抬头部件低头剑啊 陈总刚才说 那个 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你们聊你们聊 我有事 先走先走 那您慢走 陈总 慢走啊 林总今天来有什么事 陈老长 我想跟您问一下 旭日公寓那块地的案底 是不是清楚 旭日公寓 对 那不是陈总他们031号地旁边儿的 那几栋尾楼吗 就是啊 你对他感兴趣 他是不是还欠着你们银行钱 那是啊 当初的这笔款 就是经我的手放出去的 后来查查把我这个行站给录录 林总 那咱们里面谈 好不好 好 好 花 英糖 一切